有点灯头,我是爷爷,基尔高炸,我是恩慈,天马星空,我是维尔 好,今天又来到了我们天马星空的后一段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巫统大会有什么新意呢 看到有些网友留言他说现在巫统大会像活化石一般 他已经视为一个古董了 但是古董又有又有今天又有什么样子的新意 在整个巫统大会当中呢 我们可以整个的可以就是纵览一下整个的巫统大会的一些议程 那么这些议程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大家想知道 现在巫统大会这次巫统大会是不是有右倾的现象 右倾的现象呢 有些专家和分析评论员他们就认为现在巫统大会 他所提成的一些议案 包括一些巫统大会党员的一些言论 以及纳吉最后呢也没有反驳这些言论 而且跟大家一起说马来人万岁的这样的一个口号 能够感受到是不是巫统大会他是有右倾的倾向了 那巫统大会当中其实发生了好多点 很多人认为说没新意 其实如果详细的看呢 呃 大家归类为标签说啊 都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更强了 其实这也代表着一个点哦 那就是呃我们这样子来看吧 在505大选过后呢 其实对巫统来说他们国阵啊 简单来说是国阵 他们非常清楚本身也了解到马来人的选票呢 确实是最稳固而且最稳当的 只要获得大部分或者超过90%以上马来人知识 他们同样的是可以执政的 因为华人票去到了 已经去到巅峰了 他没有办法再怎么反啊 所以为什么你说这个是种族主义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政治的这个这个筹码来说 他需要确实是这个马来人选票 那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提出了一个点吧 就其中一位呃这个义呃这个巫统的党员嘛 不是说了吗 他在发表当中我们要把一个马来西亚换成一个马来人 这样子一个说法 虽然巫统内部的上下下并没有完全的支持 也不太认同他这个说法 对只是在灭火 但是从另外一个点并没有对这位发言的人呢 采取任何行动 这一点看来呢 他们只能够呃其实是默认的这一个点呢 只是说并没有完全的去呃 只是因为怕引起大家的不满嘛 所以他要灭火 这是一个点 你看这一个马来人 那第二个呃这个强化土著政策呢 就是呃纳吉也本身暂时提了出来了 他认为说这次这是一个真正的提升马人地位的 这个这个方式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东西 阿曼扎伊到最后又说了什么 阿曼扎伊说的这个更奇怪了 他直接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党的顺利派啊 还有就是呃这个西亚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实义派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有好多个点都在在的说明了 在巫统这一边呢 其实他们是占了非常大的上风 而且整个国阵他推出了从505过后到今天为止说 推出的各项计划各项的这个呃招数 是明让明年的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办法招架了 只能够默默就是力来顺受 但对于巫统大会这样的一个倾向 右倾的倾向 他比较保护马来人的倾向 是不是呃华社是感觉到有一种担忧的 呃华社本身呢 应该是呃 你说没担忧肯定是骗人的 但是说这个担忧呢 也是因为媒体的炒作出来的 我们每天看报纸说巫统大会什么什么呃 有什么一个马来人呃 要把一个马来西亚变成一个马来人之类的 都是往这一方面的这个课题来操作 但实际上里面其实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课题 没有去谈到 在一个大会上啊 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本身不在当中 所以我们只能依靠这媒体告诉我们到底一些呃 什么样的事情 说了什么油话 但媒体可能是经过了一些过滤 在呃就是他们选择性的报道一部分 而这个部分呢 通常呢 就是特别容易煽动起化 而且还记得吗 在当个时候呢 巫统大开的大会的时候 呃 东海案件是发生这个水灾吗 我就看到有一篇就是呃 其实报章上也登了出来 就那几座的飞机上去巡视这个水灾 但是他那只是其中一个 他其实也下到灾区去呃 去拍发这个所谓的呃 这个呃 什么原就灾物资啊 这些东西 但是呢 网民怎么做呢 他就把那一张照片 只是在飞机上看的这个照片啊 就放下来 还还特别做做了这个图啊 嗯 他是在飞机上拿着这个香槟 就在那边看 然后就比较说 其他的像林冠英啊 在水灾的时候就吓到自己亲生下去啊 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元首啊 这样下去帮忙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比较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误导性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对 就是虽然说有图为正 但是这个不是代表整个事情的面性 他只是取了一个部分来做这个解释 但也不是说呃 这样子做或或或呃 有不对还是怎么样 但是呢 最重要是你要把一件事情说出来 你要呈现事实的真相 你不能只是片面的去说这个点 他会造成很大的一个误解 而且是煽动成分非常高 但从从中可以看出 你看不同大会 他现在实施右倾的一些思想 右倾右倾的一些思想 并变不了会 他他有一些措施是立会于马来人的 但是同时他是不是考虑到华社的要求 他是不是可以他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和采取的一种方式 他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马来人的社会当中 而对于华社的一些资助 还一些拨款都是会相适应的减少 这也是华社另一方面所担忧的事情 呃呃 我记得昨天呢 呃 有江江作汉堡 他是在参加完巫统大会 他就说了一番话 他这份他这番话呢 就是说呃 我们呃就华人的华社啊 一定要就是要听巫统的话 呃认为要听 就是听政府的话 不要再做对抗的行为了 他应该是说听政府的话 不是听巫统的话 你做这种一直在对抗的行为的话呢 呃 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呃 你你如果说就有于实实物为俊杰 呃 如果说能够知道以后为未来的发展 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话 那么华人还最好听话一点 他那么这份言论呢 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抨击 有一个特别特别反应强烈的 还有一个饭店 这个餐厅这个餐厅的老板呢 就呃 他听完这个话之后呢 周六的时候呢 他就写出了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只要穿马华制服的党员 全都不能入餐厅吃饭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就被曝光了 就报呃 在Facebook上 还有些推特上就出来这样的现象了 所以马 现在马华的很多的一些党员们 他们都对这件事情呃 表示了不满 他就呃 表示了对呃 他有一个党员呢 其中他就说 这样的一个招牌 让我想起华人鱼狗不得入内的感觉 所以他说 如果马华想继续的 在以后的过程当中 得到民众的支持 还是还需要具有一个强势的领导吧 但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华社的反应和和马华的反应 他对于巫统大会是不一样的 那么巫统那华社呢 如果说马华想得到华社的支持 那肯定和巫统和巫统 应该不能是在一起的 如果他支持不同 那华社就会 张沃翰的说法 其实他说出了一部分华社的心态 有些华社是投机取巧的 他就就华社一些人员呢 就认为说一只商家 你难道说 你要他跟国阵作对吗 不可能 因为他们是国阵给他们 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些资源和利益 对吧 所以如果你说 呃这个 我跟他们作对的话 反抗的话 那肯定没有这种好处了 那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子说 他说出了一部分的这个华人一些心态 嗯好先生我们有我们的连线嘉宾是 蓝志峰 谢谢 对 嗯 志峰早上好 你好 早上好 是 啊 今天跟你要谈谈这个巫统了 因为巫统大会呢 在这一边呢 有呃 这个新闻所 我们看到了 就是已经过了 上个星期都已经过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整个巫统大会当中呢 其实你能不能大概总结一下 呃 你所看到的一些点 在巫统大会中 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呃 首先呢 对此巫统大会是两个选举之后的一个大会 就是 第13 就505大选 以及10月的党选之后 所以按照一般的常理呢 就是党领导成 特别是党主席 那及他经过了大选跟党选的考验 是 这一个大会是 他发表 他的这个重要的施政言词 以及为未来方向定调的一个场合 但是大会结束之后呢 呃 我却没有看到纳吉为巫统 以及特别是为国政 画下一个很明确的 定调很明确的方向 以及路线图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呢 就是纳吉本身 他的这一个 他在大会里面所强调的东西呢 都环绕在巫统 嗯 而且这一次 他把焦点锁在两个课题上 第一呢 就是经济 第二呢 就是宗教 嗯 而不是大家所关注的 这个政治 因为第14届大选 就是来届大选 将会有600万名新选民 到底如何去争取 这600万名新选民呢 那么纳吉在他的开幕的政策演说 以及总结演说时 都没有很明确的交代 嗯 但你看在过程当中 他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提成出来 你你的您的意思是就具体的方案 指的是什么样子的方案 具体的方案就是啊 巫统的各个区部 以及各级的领导生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去争取啊 把这些年轻选民 以及把这些流逝的民给挣回来 这一点呢 没有很明确的这个交代 嗯 他把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呢 他画相当大的这个篇幅 进行啊 这个解释 哦 也可以看得出 其实纳吉还没有真正走出大选 以及党选的这个分档 比如说他在开幕演辞的时候 嗯 他相当多的这个篇幅去解释 四万名孟加拉外劳 有同教群的这个争议 而且也史无前例的把 这个安华带进来大后宣讲 就是通过播放视频短片来告诉 中央代表说 哎 啊 安华就是车大炮的 他在撒谎 他嘴巴讲说没有四万名 啊 这个孟加拉人 但是他在补充的讲话 讲了很多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也在跟郑远说中 花很多时间去 也是他也是很多次 很多回的这个 比如说燃油涨价 取消白糖津贴 然后消费税 这一些东西 他都曾经在不同的场合 不管是在国会 在这个财政部 或者在其他场合 他都不断的解释 但是来到五种代表 他还需要再解释 那你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这种做法呢 其实是宣告出一种现象 就是说 呃 乌统到底 其实对这些政策都很怀疑 嗯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办法从 领袖当中 领袖的这个言论解释当中 获得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 所以纳迪才要花相当大的篇幅 在利用这个乌统大会来 重新的再解释多一次 让中央大党亲自聆听 来自党领导层的这个讲话 嗯 另外一点就是 他在地幕远迟的时候 也是史无前例的 呃 让中央代表 以及让全国人民知道 其实啊 首相夫人 罗斯玛 为国为民 做了很多东西 他的很多贡献付出 是人民 是中央代表 所不知道的 这也是非常啊 不寻常的一个做法 他背后也说明了一个 一个现象就是 其实 罗斯玛 安华 或者是 呃 取消 经纪 种种课题呢 都是 他不只是困扰人民 而是困扰着中央代表的一个课题 那是不是这也表示说 在中央代表里面呢 他们本身也是有着很 听到吗 你好 喂 听到吗 啊 是 是 我讲他这样的做法 是 之风 你听到吗 之风 喂 喂 喂 听到吗 之风 是 哈喽 我们再重新 再重新连线一下 再重新这个连线吧 应该是有了一点点的这个连线上的技术上的问题 不过没关系 那刚刚之风他提到说 确实是有这几个特别的一些状况 就纳吉提到了这几个点 然后就包括连他的夫人 对安华 是没有必要的这个点 不过他特地做了这样子的动作呢 一定有他的必要了 我想 肯定有他的必要 对 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必要性 是不是在里面的中央代表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他需要去安抚 需要去做出一个解释 去安抚大家的心呢 但除了安抚以外 是不是也做了一个特别要挑拨的作用在呢 他现在他也刚才也说说 现在的整个的 他不仅仅这些解释 他是向其他族群的人做解释 他主要是向这些代表在做解释 证明这些代表呢 他们他们也处于怀疑的态度 好 我们现在现在又联系上 志峰 可以听到吗 听到听到来 请说 我们刚才也听到 就是他现在纳吉所做的一些都是 出于寻常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 他你刚才也说 他想得到了一些 就是巫统大会 他代表的一些支持和回应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些事件 其实都是巫统一职 或者说国政他的理念 你像什么消费税的问题 调整今天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其他的一些措施 他解释这些东西 他们在他做的之前 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吗 需要在这个巫统大会上 向他的代表说去解释吗 他需要的动作是不断的解释 告诉中央代表 告诉巫统基层说 其实这些政策 都是为了我们的虚爱贷 为了国家的财政 我有不断的解释 不断的说服 才能够让巫统党员 接受党领导层的这个对方 不然的话 因为在舆论战当中 国政很明显的是处于弱势 明连在抓课题 在打课题 打议题方面 他的这个触手的狠 以及触手的时间 都比国政来得快来得强 所以意思 就是现在在巫统那部期 他其实也是有人反对 就是巫统或者国政 所指示的一些政策的是不 不能够说是反对 他其实是不要不断的强化 这方面的这个解释 他必须要赢得 巫统的支持 巫统党员的 因为取消这些政策的话 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人民 因为你的薪水方面 没有增长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生活会越来越难过 生活会越来越苦 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解释 那么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为什么没有从人民的这个角度来想 包括他在演说中也强调 也指出说 一些人认为说 为什么国政一重新赢到政权之后 百物就上涨 这些金钱都会都被调整 所以他不断的苦口婆心的这个解释 唯的就是要让人民 接受国政的这一套 接受政府施政的这一套 而不是接受另外一方 接受明年的说法 所以你认为他这样的 就是把这一部分 就是巫统大会 你这一部分 就是刚才所述的这一部分的议题 它的意义是大过于 他整个巫统对未来的发展 是吧 他会相当大的 这个时间跟天赋去解释政策 然后解释反对党所挑起的课题 同时也解释也不断的重申 以及强调政府所做的东西 政府为您付出的这些东西 对未来的这个勾换呢 相对的比较少 这是非常遗憾的 特别是他的开幕演词的主题是 勾换未来 所以勾换未来的话 那么他应该花 至少一半的这个篇幅来解释 未来的 这个未来的景象会是如何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走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距离2020年先进过我们 还有多少年时间 然后每一年我们的步伐是什么 这一些都没有很明确的规划 但是不是这也证明巫统 他未来的发展 他是模糊的 因为巫统大会的这个对象呢 是巫统基层 以及全国人民 因为他的大会是 或者现场直播 而且之后的媒体报道呢 都相当大篇幅 所以对领导臣而言说 他的这一个政治意义是 目前这个情况呢 是解释 巫统所面对的一些情况 而多于对未来的这个规划 或许对未来的规划 那些心都已经有苦 但是他没有在巫统大会里面讲出来 那为什么 他是不是他的未来的规划 也许他想提倡一个 萨都马内西亚的一个理念 但会遭到巫统大部分党员的一种反对 所以他拒绝说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这一次的巫统大会的重点 是全交代土著经济跟宗教 这一点也是 我比较难 难理解为什么他会把焦点 放在土著经济跟这个宗教 或许是因为大选的成绩所致 但是 纳吉本身呢 他除了是巫统主席之外呢 他也是国政的主席 以及全民的首相 所以他应该要有 相对大的这个格局 跟视野 从全民的角度 来看待巫统的客体 而不是单单从党主席的身份 来看待问题 但你认为这次巫统大会 它是不是有右倾的现象 对不起不清楚 右倾的现象 这次的大会呢 让关心巫统以及国政未来方向的人呢 就有点失望 因为没有办法看到未来的方向 但是对于巫统而言呢 这场大会呢 却是成功的 因为巫统的领导层 他通过这次大会 已经把他们要传达的这个讯息呢 传达得非常清楚 就是巫统会继续成为 马来权益的保护者 会继续强化土著经济一层 因为土著在经济化的 还是比被土著落后 第二呢 他就把这个重点所在宗教 就是什叶派的这个 虚拟派的差异 强化这个虚拟派 在马来西亚的官方地位 以及在党内的这个地位 同时呢 这也是一石二鸟的政策 第一呢 不止化虚拟派 第二呢 是针对伊斯兰来打 伊斯兰政党来打 因为伊斯兰党的这个二号领袖 被视为是 什叶派 所以他有政治的这个考量 像整个巫统大会当中呢 他所提出的这些点呢 你认为就纯粹是 这样子 我应该这样子说吧 那对明连本身 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这巫统大会所提出的这些点 包括你说对 对对伊斯兰党来打 对安华 对安华 其实对明连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想明连应该会在旁边投效吧 为什么 因为明连担心的就是巫统上下 团结一致把枪口对外 所谓对外的话就是对着明连散散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呢 并没有产生出这种效果跟这种局面 巫统花相当大的时间在自我修复 在自我康复的过程 所以 纳连才会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一些科技 怎么说是康复和修复呢 因为看起来好像不是自我修复和康复 看起来好像是在间接的打了这个 出了一些招 让明连没有办法招架的吧 如果他出招的话 纳连的语调跟口气以及其他领袖 就在总结的时候不会是如此的这个科技 从这一次的这个中央代表大会的一些辩论当中呢 对明年的领袖或者是对明年政策的套红呢 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激烈 或许是大典已经过了 不像这个去年或者是前年 大家都还在摩天大典为大典做准备 所以那个氛围是不同的 这一次大会的整体气氛都相对的会比较冷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让说在梧桐里面 他们就变得说让保守派的势力更加的稳固 或者更加的一些扩展呢 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意外 因为之前特别是党选之后呢 大家很多人都认为 所以保守派应该会 会趁这一次的这个大会来发案 特别是这个前首相敦马哈提 以及他的儿子穆克里茨 因为马哈提他的这个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影响那几的政策 而穆克里茨呢 他的愿望 他的希望就是要赢得这个副主席 所以两者的目标都没有达到 特别是当马哈提辞去 Petronas国瑜主席之后呢 那么一些评论员就认为说 这一次的大会应该会有保守派的这个发展 但是从三天 从母体三天的大会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马哈提发言 第二呢 穆克里茨本身在回应课题的时候 也相当的这个得体 也相当 相当有礼貌 没有对领导层采取很激烈的这个回应 或者是抨击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 其实 纳吉还相当的 这个 他地位还属于相当的这个稳固 特别是当他跟母亲病 二合为一的时候呢 那么 党选的成绩就告诉了我们 其实 纳吉还掌握相当大部分的这个知识 特别是最高理事会当中呢 大部分超过六十八千 都是属于国王的人马 所以 老手派跟这些元老派呢 在这一次的大会 其实他并没有 还没有发作 接下来 明年会不会发作呢 那个就不得而知 至少在大会的时候 是没有为难那底 但是你看在巫统大会当中 刚才也说 他在巫统那部 他是不是有右倾的倾向 他所谓右倾的倾向呢 其实是 这一次的大会 我对巫统大会之后的方向呢 是不左不右 也不中 是维持了他一贯的 这一个 这样 就是以族群为主 他没有过度的往路跟倾向 没有太过保守 当然他也没有太过的 这个进步往左边 或者是往中间选民 他没有 他是维持了他的这个 一贯的路线 这是很可惜 其实纳吉我觉得 纳吉应该要趁这一次的大会里 大会当中呢 重新的强调 他所提的新经济模式 New Economic Model 这个模式呢 是适合全民的 因为他把焦点放在 低收入的48点 就是家庭收入少过1500令吉 月入少过1500令吉 走的这个增上 但是他没这么做 他把焦点放在土著冰激 对 但你认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 就为什么还是继续把焦点 放在土著经济政策上 因为巫统就是一个 以马来人为主的一个政党啊 巫统就是 以种族为主的政党 就跟这个国道党跟马华一样 所以当他回到了这个权力来源的时候呢 他面向的群众 就是巫统导员 就是土著马来人 所以他提这样的这个说法呢 是大可以想象到的 但是他与此同时 他也没有重新提出 他的这个性经济模式 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个是因为他不利于他的这个筹码 在巫统本身里面的筹码 所以会不会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会愿意牺牲你部分的 可能他自己的理想 其实纳基已经经历了两场的考验 就是大选 所以现在他应该没有连任的这个困扰 他另外一个连任的困扰是三年后 或者是五年之后的党选跟大选 所以他应该要在这一次的这个代表大会上 重申他的这个立场 他的中庸开明跟新经济模式的这个立场 但是他毕竟没有 显示出他真正的是站在全民的高度 但就像您所说 就像您所说 他毕竟在最后的阶段 他也没有这么去做 他依然是支持土著经济政策的 你认为他这种土著经济政策 他只是在巫统大会上说说而已 还是他以后再落实在实际的行政工作当中 他会落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呢 跟之前大会前的一些情况 必须要放在同一个脉络去读 才能够看出 接下来那些施政的这个重点会放在哪里 首先在大会之前 他就很高调的推出了 强化土著经济议程 而且这个议程呢 在五种大会获得在三的这个确认 包括规定所有的这个政府关联公司 必须要有这个协助 强化土著经济议程的这个成绩 而且这个成绩被视为KPI的其中一个表现 所以未来的方向呢 这些政府关联公司跟一些施政呢 往这一个方向去前进 嗯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不是令很多华社很担忧啊 因为有一些政经济政策各方面的措施 他会把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马来人的社区里 而华社就会减少一部分 其实这是土著跟非土著之间长期以来的争议 也不只是也不只局限于华人 还包括了其他的这个 包括土著本身都有面对这样的这个问题 当我谈这个华人跟非华人 或者是马来人跟华人的问题 很多时候会忽略沙巴沙拉越的这个土著 特别是比如说沙巴的这个卡巴山路顺 然后沙拉越的伊班比达尤 这一些呢 虽然他们都是土著 但是他们在享受经济蛋糕的时候呢 他们得到的往往比其他族群更少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应该要从全马的这个各民族的角度来看 不只是单单是单单局限于这个土著 这个马来人土著或者是比较多土著 所以这个如果强化土著经济政策执行下去的话 我相信会出现很多这个执政的这个偏差 这个偏差才会引起人民的这个不满 其实大家都希望说有个公正公平的这个社会 非土著呢 其实非土著其实并不反对政府帮助需要援助的土著 但是在施政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必须公平公正 而不是使用行政便利来扶持特定的土著精英 而忽略其他更需要帮助的这个土著或者是非土著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应该要重新回到新经济模式 当中的不分种族去协助48000低收入群体 这才是马来西亚应该要走的方向 这个国家领导层跟这个党 巫统领导层其实不需要在大费州上去制定其他的政策 漂亮的政策 可行的政策 公正公平的政策 已经有了 只是没有执行 被格子在一边而已 这也是不是预计着就是你看505大选之后 呃 巫统也看到了他马来人的如果得到只是得到马来人的支持的话 呃 就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再得到华裔族群的支持 所以他的政策有些偏转了 呃 其实并不然啊 如果要单位全民的这个首相的话 他必须要获得各民族的这一个支持 而不是单单赢得特定族群的这个支持而已 否则的话 那么呃 这个领导就不能够真正代表全民 就比如说 沙拉越的这个首席部长 他虽然获得呃 强大的这个支持 但是这个支持 大部分是来自 赌注 而不是非赌注 所以呃 有些评论员认为说 沙拉越首席部长 其实只是想取的首席部长 因为 沙拉越的这个 城市选民呢 都没有在他选的时候 呃 支持 太盲目的这个领导 那这 同样的 嗯 来到这个 马来西亚的这个 呃 格局当中呢 首相 或者是 这个 纳吉他必须要赢得 全民的这个支持 那么对于他执行政策来讲 他才能够 更理直 你你你你认为 你认为说就是呃 国阵他需要成为一个全民政党吗 而纳吉本身也很有这个预言要成为全民首相吗 还是这个只是一个打出来的一个表面的一个一个表面化 呃 纳吉本身他是希望成为全民首相 我我我我看这点是不许不容置疑的 嗯 嗯 这关键在于他如何去执行 嗯 他两只手两只脚 会不会说现在的情况是他一只手跟一只脚 给 呃 这个党内的这个 优役拉住呢 嗯 导致他没有办法 平衡的 向前 迈进 他应该慢慢的 松开这些啊 这些束缚 嗯 然后 让他能够双手双脚的 呃 把这个国家带向更美好的 未来 而不是把我们带回去七十年代的 这一个呃 新经济政策底下的那种环境 嗯 那从整个武统大会当中呢 呃 你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经济 那另一方面是宗教这个部分 在宗教这一边呢 呃 这个阿曼萨希他提出了这个顺利派 十一派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这样子的说法呢 到今天为止啊 你你你看起来啊 会不会对国家的未来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尤其在马来社群当中 呃 目前的情况还不至于发展到一个会威胁国家安全 甚至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一个问题 嗯 会不会有分裂马来人他们的两个派系呢 他主要是注意 我觉得他主要是注意政治的考量 作为实际的宗教威胁 因为在这个课题方面 啊 所以你跟这个实业派呢 在马来西亚长期以来都都存在的 只是没有真正或者真实而已 但是为什么 这个课题 这个纠纷呢 在物统大会前三个月 不断的被炒作 嗯 不断的成为一个大家 特别是马来社会讨论的一个课题 嗯 他跟这个物统大会我觉得 有一定的这个联系 嗯 因为这个实业派的这个存在呢 几乎是分开的这个秘密 如果我们去问关心啊 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马来朋友 或者是穆斯林 他们都认为说 这个是存在的一个事实 就是大家啊 没有去河水不犯金水 嗯嗯嗯 那如果如果今天这样子说 我们做个假设 物统或者是这个呃 他们要做出一个修宪嘛 对不对 把这个顺利派作为一个最呃 才是合法的这个所谓穆斯林 呃 这个回教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你认为会怎么办呢 那伊斯兰党要怎么去应对呢 既然他已经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伊斯兰党几乎是没有办法招架的 而整个名联呢 也几乎不懂要怎么去应对 呃 首先呢 这个课题是目前局限于 物统本身内 所谓的修改宪法呢 他并不是修改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 他只是修改巫统的党章而已 啊 可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可能是还有一些用词方面的不太正确 哈 他是修改巫统的党章 然后将这个呃 马来西亚奉行的这个呃 逊女派列为是官方的这个呃 宗教而且把这个官方的宗教的定义提升为联邦 从agama rasmi提升为agama beskutuan 嗯嗯嗯 所以这一点的局限于 巫统党内的修章 那么它影响的就是巫统的党员而已 这巫统的党员 三百四十三百四十万个 我我觉得 差不多九十八点都没有看党章的 嗯嗯嗯 所以这一点是宣告意识比较浓 但是你来到要修改联邦宪法的话呢 啊那么这个工程就大了 就不这么容易啊 啊进行因为他需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国会议员 统议 而且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呢 当那提面对啊 记者询问说是不是要修改联邦宪法的时候呢 那提也把那个实况说出来 就是需要三分之二的这个统议 如果换言之他也知道说 这个门槛的难度是相对高 这样听起来好像对对整个马来社群影响也不大 但为什么马萨布本身呢 对急着对这个课题做澄清呢 他也说啊自己是顺利派的 不是什么实业派 他急着做这个澄清呢 如果没影响的话 呃其实马萨布一直以来都被这 呃实业派教徒的这个困扰 包括在前两届啊 这一届的这个 TAS本身的这个党选 跟上一届的党选当中呢 都党内也有人挑起这个课题 所以啊 马萨布面对 他被套上是实业派的这个教徒 他其实并不 并不是 并不是个新鲜的事 把它定为目标的原因 我想很大的可能是因为 马萨布在 这一个马来社会 以及在非马来社会 会拥有相当高的这个形象 嗯 他的他是属于啊 中庸开明的这个领袖 所以如果把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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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算盘是 如果能够把这个中庸开明啊 获得非马来社会接触的 呃 获得非马来人社会 欢迎的人 如果能够把他的招牌 给撕下来的话 那么巫统就少了一个 很强悍的 阵底 嗯 那你刚才有说到啊 觉得说在啊 首相纳吉他本身是开明的 或者只是可能被绑手绑脚 这也是我们常常在主流媒体 所看到的论述 就是首相是好的 全民的 但是巫统是烂的 右翼的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是不是一直就只能保持在 这样的状态之中呢 呃 这个问题要回到纳吉本身 有没有这一个政治 跟勇气 为巫统做出 霸道阔府的改革 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出 大道阔府的改革的话呢 那么他永远将会陷入 在这个凝造当中 那就是政治人物 跟政治家的分别 政治家是为了下一代 政治人物是为了下一届的大选 就这么简单 就看呃 纳吉他要选择成为政治家 还是选择成为政治人物 好 谢谢我 谢谢志峰与今天 与我们的共同分享 嗯 志峰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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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我们 呃 志峰探讨了一些关于 不同大会的一些事情 呃 从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呃 现在 现在不同大会 他所执意的 就是方向呢 就是想呃 支持马来人 支持维护马来人的权益 这么一个方向 那么这么一个方向呢 他是不是呃 仅仅是在武统大会上呈现 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 他会按照另外一同方式去走 呃 但是刚才志峰也说 他也会按照就武统大会所提成的一些议程 跟着这种议程去走 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呃 很就是很疑虑了 因为以后的执政方策执政方策方面的一些事情 如果按照马来人利益去走的话 那么是不是对于其他族群来说 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但是不公平的现象 呃 也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呃 但是如果说现在武统大会 他依然这种趋势和这种方向依然很强烈的话 那么我们会感觉到真的是呃 很担忧 但是呃 武统大会 所以刚才志峰也说 他不他不他他认为说 另外的一个经济政策应该指使 就是一个新经济模式政策应该指使 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武统大会所提出来的信息 来说呢 呃呃 他的整个方向还是在马来人的权益方面去走的 呃 这样的一个方向 让大家会感觉到现在武统 无论是在提升宗教议程来说 还是在提升呃 他的民族政策来说 他都他都是就是考虑到他选票的问题 当你说这个新经济模式是对全民好的话 那个时候刚推出的时候也不见得是说好啊 到最后还是有人在反驳 所以无论你推出什么政策 感觉上就是一个政府啊 如果他做了一件事情 推出一些政策呢 呃 他不说明是呃 这个为华社为印度社群 当你说全民的时候 大家都不认同的 都不不不运气相信 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而且呃 当现在主流媒体啊 都会认为说 呃 首相都是还好了 他都想当全民首相啊 问题是被绑手绑脚啊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吗 还是说呃 他真的是一个事实 呃 但是当他下了台过后 就过后了 被被卸 就卸任了过后呢 呃 可能也许的论述就不一样了 就像马哈迪西 很好例子吧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吧 对不对 当然在台上的时候啊 确实有好大部分 包括华社也是在支持他 认为他做得很好 但是一下了台呢 呃 现在什么样都可以说了 就这个问题啊 或那个问题 就说他是一个呃 种族主义啊 等等 这样子的状况 那究竟是媒体的说法 还是说本来就是人民 都是这样子在想呢 呃 呃 所以你看刚才 现在我们有两个情景 一个是真实 真实 巫统巨 具体以后的任方策 他具体想做什么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想象 或我们所愿意所看到的 那么刚才其实志峰 他他大篇幅的 其实他也说表达了自己一些看法 就我们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平一些 实施一些新经济模式政策 这样对每一个族群都是呃 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 但是事实上巫统是是不是这么走的 呃 整个巫统大会给人的感觉 他不是这么走的 他考虑了两个点 第一个点 他就是呃 他就是认为505大选之后 马来人的选票是重中之重 所以他的许多政策 以及呃 以及他的言论也好 都是有利于马来人的 以后的政策 我们可以设想 他以后的政策也是有利于马来人的 这是要他要稳固马来人的选票 第二点 他是他为了争取选票 他要打击伊斯兰党 那么打击伊斯兰党 他要提成一个呃 神业派和虚拟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打击伊斯兰党 以争取在伊斯兰党底下的那些马来人选票的支持 所以无论现在巫统这次大会 他怎么做 他都想在下一届 十四次大 十四次 十四届大选当中 他想得到更多选票 以及马来人的更多选票的支持 但是这种支持力呢 是呃 他已经知道马来人的选票是非常重要了 他在刚刚自封也用了一个成员 我觉得很好 就是一石二鸟嘛 对不对 一石二鸟 就首先他在提出这些论述的时候 获得马来人支持 那第二呢 他同时也可以打击这个伊斯兰党 甚至打击公正党 让这两个党派啊 和马来人比较多支持党派 他们没有办法做一些 呃 说一些什么话来反对 比如说他提出了这个辅助土著经济政策 这两个党派的能之能能反对吗 反对不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支持就是马来人 那对了 当你提到这个宗教的问题 顺利派 马来西亚可以说占了99%以上都是顺利派的人 所以你也不能反对 说这个说法是错的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招就两边都打 打得非常漂亮 好 我们线上有另外一位嘉宾啊 是马青的吉他州团团长陈志雄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董事好 谢谢 我们今天谈的是巫统大会有什么新意 那么你就您的观点来看 你对巫统大会传达出什么样子的新意呢 我其实我完全能是这样的 这一次的巫统大会啊 其实跟以往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嗯 就是说反而是这个巫青方面呢 我们觉得呢 巫青方面呢 反而他们是有讲出一些 跟以往比较 呃 跟以往比较起来呢 就比较中勇的那一个 那一个言论 反而是武统母体大会呢 他们自己反而这一次呢 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说 讲的都是那些种族主义啊 这一些大马来人主义之类的东西 那你说的巫青团呢 这个言论你觉得比较有特别的 比较中勇的是哪一番言论 呃 我觉得是整个从凯利 他凯利讲的那个所有的话了 他的所有的引词呢 我反而觉得很不错 然后反而我们从这一次的 这个巫青的代表呢 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论 嗯 嗯 也没有什么言论 没有过激的言论 啊 但是 但是你认为 这次武统大会 他是不是有 呃 有右转的现象出现 怎么讲 右转 就转向右翼 转向右翼了 啊 对对对对 我反而有这 有这一个感觉 但武统呢 武统本来就是大部分 都觉得他是挺右翼的嘛 那为什么还会 因为这次大会 会转的更右呢 其实我觉得啊 我们华人 我觉得这一次的大会里边 我们华人呢 必须要探讨一件事情 嗯 以往他们的 这一个大马来人主义 右翼的这一种的言论呢 他们从来没有听之过 而且505的大选之后 马来票的回流 也造成他们更加相信 这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这一次的这一个大会 和这一次的大选 他们所带出来的 那个讯息 才是我们必须要去 正视的一件事情 嗯 必须要去正视啊 你觉得他的讯息是什么呢 怎么讲 带出来的讯息 包括什么呢 其实他们所讲的那些 这些大马来人主义啊 我对我们来讲 我们我们 我们作为华裔的 我们我们来探讨的 我们是认为说 他们这一种说法 是不对的 太过大马来人主义 会不会对全民团结 造成任何的这一个 帮助 但是呢 我们看回另外一个东西 他们的这个优异 成功让他们在505 赢取选票 嗯 所以 好像是308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前所向 他 我们觉得他很中庸啊 或者什么东西 结果他面对的是 308之前的 这个啊 这一种的 啊 政治海啸 嗯 所以说 不同大会给大家 传出的讯息是 他 既会是偏右走的 他既会是 继续扶持马来人的 我觉得这个是武统 这个是马来社会里边 他们觉得 他们要保护 他们处于一种的 保护的心态 所以呢 他们呢 才会一直不断的 一直在鼓吹 这一种的想法 嗯 还有这一种的主意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因为基本上 刚刚我们跟蓝志峰 就是东方日报主理 新闻编辑呢 也谈了一下 他把它归类为 两大主要的点 就是在经济方面 还有在宗教方面 我们就来 从这两方面来谈吧 那在经济方面呢 呃 首相那集也提出了 这个全化土著 经济政策 这个他又在 特别强调了 这个政策了 就在这武统大会当中 那首先 在马华的立场上 对这个政策 是属于 抱持着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嗯 坦白说了 我只是一个马区 而已啦 对 但是呃 我觉得从我的立场来看啦 OK 呃 其实呢 这一个 这一个大马人 强化土著的 这一个 经济地位啊 嗯 其实这只是一种的 演说方式而已啊 这只是一种的演绎方式 嗯 因为他们 他们现在呢 他们强调的 那个财富的东西 要去强化 他们的那个经济能力 我觉得这一个 我不认为说 这一个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 严格上来说 是海船支持的 对吧 呃 我不说 说呃 不应该说是我支持 或者我不支持 我觉得 一个民族 呃 一个呃 民族主义政党 给他强调 强化土著的 这一个经济能力 如果今天 明天我们马华 强调我们要提高 华人的经济能力 我觉得大家的出发点 都是一样的 嗯 或者是呃 又后天的时候 国大党 他说他要强化 印度人的经济能力 嗯 我觉得这一个 问题不大 因为反正 大家打正招牌 我就是为了 马来人而奋斗 我也是为了 华人而奋斗 我为了华人更美好的明天 我想要强化 华人的这一个经济能力 对我来说 这个也本 我就是 我就是打正招牌的 嗯 嗯 但是你看在 巫统大会当中 他大家也有些人士啊 平时是辩论人员 也就说 呃 在呃呃 巫统现在这样的 一个传达的信息 他是更看重 马来人社群了 呃 他认为 华裔选票 也不是那么太重要了 你对这样的方 这样的观点 怎样去看待 这一方面呢 呃 我相信有一些代表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但是呢 呃 据我们所知啊 他们其实呢 他们现在是想办法 要强化 马来人的选票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不认为说 他们会放弃 华人的选票 因为据我们所知 巫统所赢得的 88个议席啊 如果说 活当地的 就是说 这个88个议席里面的 这一个活议选票 如果降低到 15%的话呢 他至少会 失去8个议席 嗯 也就是他赢得的选区当中 也有华裔在支持他们 对吧 对啊 很多活议在支持他们 包括我们几打中 我打个比如 几打中 巴达达达的 这一个 呃 国会选区 当地的活议不多 选民好像只有几百个 但是开出来票项 选民支持 国阵的这一个概率呢 是很高的 嗯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多左右 嗯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 确实看 你看他是八个议席 但是在这次 武董大会当中 他又提出一个宗教课题 就是打击 伊斯兰党的一个宗教课题 那么他其实这样 这样的一个措施 是不是想争夺 更多马来人的支持 这是很近的吧 嗯 但如果是争夺 更多马来人的支持 那么华裔选票 也就是微不足道了 对吧 嗯 其实这一个呢 我觉得这一个是站在人数方面 他们这一个肯定会 会 会争取 那么我不认为说 他们所讲出的这些 就是说 当然有一些代表 包括有一个来自我们几打筹的 这一个 呃 武统的代表 主任代表 他也有在 呃 在这一个 这一个大会上 这一个大会上 有讲起 这一个 呃 对我们来讲说 某种程度上 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伤害的 嗯 这一种言论 包括取消 这一个啊 特优胜的 这一个BDPDN的 这一个贷款啊 这一种的 呃 这一种的措施 反正说的 他们不是说 他们不会 我不认为说 他们真的不在意 活人选票 因为毕竟现在 马来西亚的 整个选拟机构里边 还是有很 我们的这一个 活役的选票 还是占了相当大的 这一个比例 嗯 但是你看 比如说 比如说 整体上 我觉得他们还是 他们会想办法 强化马来票 嗯 就这样而已 嗯 我不认为说 他们不会看 看不起我们 马来 啊 活人选票 但是好像是有矛盾的 你看整个国阵 他的他的运作模式 就是如果说 巫统他大胜了 那马华 他就有一些残败了 那如果马华大胜了 巫统就会有些残败了 那么现在巫统 他不容许 他失去马来票 他想得到 更多的马来票 那那就 必然会 以失去 华人选票为代价 那么现在 在在 国阵内部 他马华 是不是一个 很劣势的地位了 对马华 这是肯定 是一种的劣势 嗯 这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就好像 我们总会讲 那几个月前 所讲的 就是 你到最后的时候 会出现 好像我们现在 这一种局面 马人在潮 华人在野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对马华的 未来的发展 肯定也是有 很大的这种 影响 就好像现在 我们这种情况 好像当家 又好像不当家 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 我们很有 我们有那个权利 但是有一些 角度来看 我们根本 就是连反对党 都不如 所以这一个 这种情况 对我们马华 是肯定有 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 我觉得 马华要想个办法 要怎样去 强化 把这一个 选票 引起回来 赢得 黄色的 这一个 回流 这个才是 最重要的 那么如果说 武统 我觉得他们在 强化马来人选票 这一块 我们不需要 去怀疑的 因为大家都是 打正招牌 你去 争取华人的选票 我去争取 怀疑的选票 你的选区 我叫所有的 马来人来支持你 武统的选区 我叫所有的 华人来支持武统 这种的合作模式 构造 都已经存在很久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 在媒体的报道下 武统的这些消息 就会让华社 可能就感到担忧了 那身为马华的部分 你要把这华人的 这个选票或支持力 拉回给国政 你要怎么去拉 既然现在武统 都已经在做了 这样子的事情 对不起 可以讲多意思吗 我就是说 简单来说吧 在武统的这些言论家 比如说 要把一个马来西亚 变成一个马来人 然后要强化 途徒经济政策 等等等等 这些言论呢 就好像令到华社 起了一个担忧了 华人宣址当中 起了一个担忧 那您本身是在马华的吧 对马华 你刚才说了 就是无可厚非 武统就是照顾马人华 马华就照顾我们华人 这样子 那既然华社 已经有了这个担忧的话 马华要怎么样去巩固 这个华社 对国政的一个信心呢 其实我觉得 马华最重要的是 要带出 我们真正的 这一个创党理念 还有把马华 还有把整个国政的讯息 带出来 然后呢 应该在我们马来西亚 华社里边呢 鼓出一种新正式的一个 思想运动 那么好像说 理性问证 我相信如果说 马来西亚 华社这一方面呢 理性问证 如果说可以 获得响应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说 每一个华人 从理性的角度 来探讨 这个政治的角度的话呢 我认为呢 马华工会呢 肯定可以允许 非常非常多的选票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 您的意思就是说 目前的华社 是很不理性的 我认为 现在华社 比较多词 或是从感性的角度 来探讨 这个政治的问题 所以明连 所赢到的 这个华裔选票 都是因为很感性 通过感性的角度 比赢得过的 对 对 我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就好像说 当一个族群 一面倒的去相信 有四万个孟加拉人 来到马来西亚 但是呢 大家为了这四万个 孟加拉人而愤怒 但是从来没有人 为了这一个 四万个孟加拉人 去探讨 自发性的去探讨说 这一种的真实性在哪里 但是 结果呢 全马来西亚很多话都相信 对孟加拉人 这件事情呢 好像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 后来加上来的一个条件 就是加油天处的一个条件 我们当中是这样 但华社真正的这个不满呢 是来自于 对整个国阵 本身的不满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肯定的 因为 因为这一个只是一种的吹火剂 对不对 吹火剂 但是呢 明年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时他们叫我们 我们的其中一个选区 黄伟毅来到吉打中 他甚至讲了一句话 他说 新加坡政府会在这一个长期内 做blocking 只要你新加坡车上 载在的是马来西亚人 你如果在当天要回去投票的话 他就会block住你的车啦 这一种东西 所以呢 我们就在想 他们到底长期呢 在我们的这一个 这一个 长期在这一种的 通过座谈会 小型座谈会也好 大型座谈会也好 一直在玩抹黑 还有就是 想办法 灌输这一种负面的一种 讯息 然后呢 让他去酝酿 这一个呢 其中 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呢 是他们通过他们的 所谓的他们的长期的努力呢 去酝酿出来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华 就是大家华社呢 还是会相信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难道华社是没有足够的理智 去分辨 他们是抹黑 还是在 我不认为说 不是说大家的这一个 理解能力 或者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个是一种 情绪上的操作 情绪上的 纯粹就是一种 情绪上的操作 那么这一个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说 每一个 每一个执政集团 他肯定有他的利和利 那好像他们所说的 你说 因为我们国家不顾民主了 所以他们想要还我们第三张写票了 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没有想过 印尼每一个 每一个人民 印尼人 有差不多七张的写票 那么这一个国家 有没有因为他自己 这么民主 而让他的国家 越来越进步呢 或者是说 他的人民的财富 越来越多呢 明显的 是没有的 那所谓的民主 你看那 今天泰国的这种乱象 所以呢 我觉得 他们呢 只是用民主 然后这一种的理想化 然后呢 去想办法 在这一个 华裔的宣址里面 去吵闹 去发笑 嗯 所以我认为说 他们的这一种 呃 这一个选战的方式 这一次呢 他们打得很好 嗯 好 他们真的打得很好 嗯 好 谢谢 今天谢谢 陈志雄先生 与我们共同分享 嗯 谢谢您的意见 好 拜拜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谢谢 嗯 我们刚刚呢 就跟呃 呃 吉打周 马青团团长 陈志胤 我大概聊了一下 他本身呢 当然呃 有一部分呢 是能够理解 巫统他们这么做 因为本身 可能马华的形式上 模式上很多时候呢 也是用相同的手段 或者方法呢 在迎娶他们本身的 一些族群筹码 嗯 其实不妨我现在有一句小 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我认为前几天 姜作汉先生 他姜作汉 马华的姜作汉 呃 他所说的 不妨他透露出一种事实 呃 他说呃 现在就华裔 他也看到了巫统大会的一些信息 他也知道 预计巫统 或者是以后国阵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 所以他也在说呃 如果以后华裔如果能够得 如果还能想得到更多的好处的话 或者是能够在这个主流社会上前进的话 必须要支持国阵 不要跟国阵对着干了 也许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看现在国阵的一个方向 他他他整个的一个方向是呃 是是朝着马来人的方向去走的 呃 这样的姜作汉这样的一个方向 呃 他他确实是他的一番言论也有他的苦衷 但是华裔社群呢他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呃 但是究竟啊 我们也是很担忧啊 这样因为我们不仅要担忧呃 呃 这个巫统大会 他对于华裔社群造成怎样的一种影响 他传达的信息以后执政的方略 他对于华裔社群造成怎样的影响 所以华裔社群是不是也实时夺势的 去审视自己的社群 应该怎样去在未来当中争取更多的权益和利益 这次巫统大会过后呢 我觉得对明连带来最大的这个意义啊 就应该是明连应该想办法真正去去想一下 斟酌一下究竟如何能够应对国阵和巫统所出的这些招数 因为从505大选过后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巫统或者国阵所做的任何一种策略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抵抗 土著政策是一个 GST是一个 然后这个现在又提出了这样多的关于什么这个 宗教的一些事情 他也没有办法去回应 所以只能够看到明连本身是在挨打的状况当中 那为什么会挨打呢 是不是平时都没有做好这些功课 平时没有做好这些准备 当你出了这些招过 你根本不懂得要怎么去招架 你招架不住的时候 你就会只能让人觉得你们很无能 所以就希望说 所有明连的这些领袖们呢 这是真的要好好证实这个问题了 因为如果你想改朝换代 巫统和国阵 他们本身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到今天为止呢半年不到说出的所有这些政策呢 确实让明连都是 招架无力 当然这个其中也包括因为明连本身 他们本的一个立场 而且他们本身 比如说是多元族群啊等等 所以这些又搞好跟马来西亚的一些民情 刚刚说之前有常提到的 烟窗政治底下是一个出现矛盾 跟有点为难的状况之中 所以可能要正视这样子的问题 跟如何去解决 这样子他们本身面对这样的一个窘境 而不是在用过往的方式 你现在刚刚已经被人家揭穿很多的一些手法 比如说孟加拉 或者是组取一些选民进来 这些传言或者不实的 或许已经让人民 你开始对他们质疑了这些手段 这些已经不会再下一次就咒效了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也谈了很多关于巫统大会的事情 希望也听众也能够 从这次节目当中得到自己的理解 和自己的感官 好 现在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拜拜了 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